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我来给大家做西红柿炒鸡蛋 或者说番茄炒鸡蛋 好 我们开始吧 我会先给大家介绍做法的材料 有些四个西红柿 有那个鸡蛋 油 盐 黄嘎 是我们介绍了一种做法的材料 叫黄嘎 有这个白醋 白醋 好 西红柿切好了 接下来呢 我想介绍 对 黄嘎 黄嘎 好 黄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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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中切好了 我要打鸡蛋 现在我要炒鸡蛋 放一点点 然后搅拌 打好 用来 刀油 把鸡蛋 放到锅里去 鸡蛋炒好了,现在我要装出来 刀油 把葱花放进锅里 切好的西红柿到锅里去 放一点盐 放一点白糖 然后搅拌 然后搅拌 接下来呢,我想加葱花 这个葱花是我们担定一种做法的材料 如果你用葱花,不仅仅会让你的菜更好吃 而且也会给你做的菜特别的味道 我想放一点葱花 然后搅拌 好,现在我想把煎好的鸡蛋倒进锅里去 一起搅 好 好的 西红柿炒鸡蛋做好了 现在我要装滑 加上最好的鸡蛋 现在呢,我想加上最好的鸡蛋 现在呢,我想加上最好的鸡蛋 哇 我来拿我的筷子 筷子 筷子 哦,好香 嗯,好吃好吃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嗯 嗯 非常好吃 嗯 嗯 现在 别流口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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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鲜美 嗯 太好吃了 嗯 嗯 嗯 好 谢谢 大家 做熊式炒鸡蛋 我们就 做到 这里 如果 今天是你的第一次 看到 我的视频 请帮我 点赞 订阅 分享 我的频道 36TV 我热爱 的频道 你们热爱 的频道 我们热爱 的频道 等一下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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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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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